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即将展开四天廉价 廉价之前台股不畏廉价的压力 今天仍然是收到新高的行情 这个盘中也创高了 今天收盘指数是16571点 加权值收涨了140点 涨幅是0.85% 盘中高点也是历史新高的16602点 涨了有过171点 最少今天也涨61点 开高107点 等于说全日在平盘之上 形成一个强势的盘式 今天成交的总量是3200多亿 另外贵买同样的同步创新高 盘中高点208.3点是破断新高 另外收盘点位207.39点 同样是收盘的新高 成交总量是840亿左右 今天的涨幅不落大盘 只有0.5% 不过仍然是一个强势的多投行情 为什么可以这样强 基本面其实是有支撑的 其实最近蛮多人在讲泡沫 像都是一些台面上面知名人士 当然也是善意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或者提醒投资人 我觉得股市本来就多空各方面的看法都有 基本上我们也不用去指责说 这些台面上的人讲泡沫 他们是在唱衰台股 其实也不用这样讲 我们其实可以用平常心来看待 毕竟他们提出的一些预警 也是站在良善的立场 我们来看到今天 为什么可以有所谓的基本面的支撑 主要原因是年报的情况相当不错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今年1、2月 也有不少公司的营收也是持续创新高 年报2020年上市贵公司 年报出炉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整体先看营收好了 去年全年的上市贵公司的营收是35.46亿 年征的幅度是1.14% 营收是创历史新高的 去年12月 整体上市贵公司的营收是3.66亿 月增3.07% 年征达到14.1% 同样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全年年征1%多 但是去年12月 上市贵公司整体营收年征14%多 显见越到第四季 其实台湾上市贵公司的表现 可以讲说是越出色了 另外在盈利的部分 EPS的部分 上市贵公司去年第四季 单季获利是7600亿 创下同期最佳记录 全年的税后净利是2.46亿 这个数字改写历史新高 年征将近22% 总共有113家的公司去年 大赚超过一个股本 超越前年的83家 同时有226家每股的EPS是创新高 也超越前年的147家 所以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是营收盈利都有 这个台股往上走高的支撑力道 那当然如果说从盈利的角度来看 那表现得更亮眼 因为我们刚刚讲 营收全年增幅1%多 但是盈利的部分 税后存益的部分 年征的幅度高达将近22% 也就是说成本控管也好 毛利的整体情况也好 应该都是有往上调高的情势 不然的话 不会营收整体增1%多 但是盈利增了22% 所以从这些数字 我们看到台股确实是有 它一定的支撑的基本力道 那当然我要再强调说 这些台面上 包括金管会主委 黄天幕黄主委 台湾先生古月寒 或者说甚至科技业的 一些知名人士 像是宏基的董事长 还有台积电的董事长 刘德英他们喊出 就是说针对市场 或者说产业的事情 其实他们也是站在 良善的立场 我们倒是 大概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观察 不必对这些 说台股可能有一些泡沫问题的人 就认为他们是在畅衰台股 我倒是觉得不必这样去看了 台币今天收贬0.2分 收28.533 如果我们看到在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韩国股市是收涨了 0.85%的幅度 指数收在3087点 日经指数 今天 日本股市今天收盘 同样是 收高的 今天是收涨0.72%的幅度 收在29388点 涨了210点 香港恒生指数今天也上涨 245点 涨幅有2.24% 港股先前几周表现比较弱势 但是这个礼拜 很明显在回稳 对不起 刚刚2.24是恒生国企股指数的涨幅 恒生指数今天涨幅是2% 刚好2% 上涨了560点 另外上证指数涨幅0.7% 深层也涨了1.5%的幅度 所以等于说 前几周落实的陆港股 也有回稳的情势了 好 那这个礼拜已经周线底定了 那我们看到全周加全指 是周K线连两红 上涨265点 涨幅本周是1.63% 另外贵买指 这个礼拜 周K线是连四红 本周大涨了5.61%的幅度 涨了5%多 对不起 涨了5.61点 涨幅是2.78% 接近2.8%的涨幅 所以明显中小型股票 是跑赢大盘的 好 那我们赶快来请教 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洪世哲分析师 黄老师您好 黄老师大家好 黄老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贵买指 周K线连四红 那另外加全指 周K线连二红 同时本周贵买指的涨幅 有2.8%左右 那大盘涨1.63% 很明显是中小型股票 跑赢大型股 是在昨天呢 美国的科技的指数呢 大涨助攻之下呢 台股今天呢 顺利的创下 16602点的历史高点 那指数呢 我们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新阶段的指数走势呢 不需要看得太重 反而呢 要注意现阶段 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架构 那今年呢 大家还是要把 上贵指数的一个走势呢 放在这个官盘的一个中心 到目前为止呢 上贵的一个走势呢 远比加权指数呢 强上许多 所以呢 盘面资金的一个结构呢 尤其是中小型股 才是呢 大家未来操作的一个重点 昨天呢 有人呢 去问这个金管会的一个主委 大盘16000点高不高 然后呢 大家看到了新闻的标题是写说 金管会主委认为16000点呢 是有一点高 但是呢 没有去看 新闻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那黄主委有提到 指数高不高呢 不是重点 因为在资金行情之下呢 不用预设高点 但是呢 投资人要看的是 个股基本面的一个强弱 那主委呢 这句话已经哦 点出了4月份的一个行情 那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呢 不是指数呢 会涨到哪里 而是呢 个股第一季呢 财报的表现 如果财报呢 表现得不如预期 那指数呢 就算维持在16000点以上 那个股也会因为哦 基本面的一个运速而下跌 那这两天呢 像鸿海的一个走势呢 已经在反映哦 尤其呢 是涨过一段 高位阶的个股 要是呢 财报跟不上股价的一个涨幅 那走势呢 那走势呢 就容易做修正了 所以呢 进入了4月份 不管呢 投资人买的是哪一种类股 首先呢 就是呢 要观察 第一季的季报 有没有问题 而七明年假过后呢 三月的营收呢 将会陆续的公告 等待呢 三月营收全部公布 当然就可以推敲呢 第一季季报的一个好坏 那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有分享哦 几个我觉得呢 基本面没有问题的 产业和个股 在分析前呢 大家就是要注意的 是现在盘面有一个现象 这可能呢 市场上面呢 比较少人在做分析哦 就是呢 市场强势股呢 还是维持着在轮涨 那这会对盘面呢 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呢 可以看大做小 这个道理很简单哦 举例来说呢 有人操作主机板的技嘉 或者是华硕赚钱 紧接着呢 又去操作呢 显示卡的一个汉讯 或是呢 地台也能够赚钱 那他不会 他会不会呢 继续的去找寻 其他NB相关的个股呢 直到呢 新买的股票开始 赚不到钱的时候呢 那资金呢 就会停手了 所以呢 现在市场呢 是看大做小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举例呢 最近的一个光学股哦 像3362的先进光 也最近呢 出现了连续的大涨 那是因为呢 大力光入股的一个关系 可是呢 这件事呢 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 是3441的联一光 或者是呢 6668的中阳光 最近呢 也跟着上涨 这就是呢 市场在看大做小 所以投资人呢 可以从现在 领长的一个产业呢 来看大做小 之后呢 再看整体的产业状况 当然呢 就是要以三月营收 有成长的个股为主 好 富邦这个VIX 非常有可能会下市 大家要注意 因为还蛮多人投资这档 或者说在操作这档 这个VIX恐慌指数 最近有上有下 但是这个富邦VIX 00677U这一档 而禁止今天出现 两块以下的情况 那富邦投信就主动提醒说 依照金管会的规定 如果期货ETF基金 最近30个营业日 平均单位禁止都低于两元 基金将会经金管会 合可之后 终止并进行下市 跟清算的程序 如果说美国CBOE的VIX 指数不往上升的话 恐怕这个富邦VIX 是有这个下市的问题 这个既那个元大的 那个石油相关ETF下市之后 那大家可能要另外 再注意这档ETF 很多人去赌这个波动性上来 结果呢 怎么赌都赌不到 结果反而是被套在 这个VIX上面 这也是很冤枉的事情 明明是多头市场 居然没赚到钱 另外各国陆续施打疫苗 那当然这个全球股市 也跟整个疫情 开始趋缓是有关系 不过劳动基金运动局 今天公布的二月基金的绩效 单月收益是668.7亿 那整体劳动基金的收益率呢 收益是927.9亿 收益率是只有2.08%了 这个二月份2%多 好不好呢 大家可以用整个台股的涨幅来做评估了 应该还算OK了 但问题就是说 基本上劳动基金他也不可能全部买台股 他其实钱也还蛮分散在海内外 还有其他的商品上面 好那黄老师 我们在廉价过后 如果国际股市风平浪静的话 我们操作的重心会是在哪里呢 刚才我们提到可以看大错小 所以现在盘面的领导的产业呢 有IC设计 尤其呢这一波驱动IC呢 我们过去呢 也有提过的8150的南茂 就是呢驱动IC的风车大厂 那资金呢 就会流入相关的 这个上下摇的公司 昨天呢南茂也因为呢 利多健报 创新高之后呢 开高走低 那我觉得呢 转线股价震荡以下呢 仍有机会再创新高 而最近呢 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呢 大家可能呢 比较没有注意到 就是呢 笔电呢也要涨价 从在三月初呢 我们当时就有分析呢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带动了这个NB出货大增 那今年又碰到了这个 虚拟货币的大涨 让这些产业呢 是好上加好 而最近呢 笔电的大厂呢 开法说会 不约而同的都提到呢 产品的缺口呢 高达三成以上 那接着呢 像双A 将从第二季呢 开始有感的涨价 涨幅呢 约5%到10% 这是十年来呢 首次大幅调升价格 所以我们看呢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从主机板的 维新技嘉 到显示卡的 焊讯跟立台 甚至呢 连过去呢 大牛股的这个 广大呢 都在过去呢 轮流的创下 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大家想一想啊 在这里呢 这里面呢 挣到钱的一个市场的资金 会不会继续的找寻呢 NV相关领路件来做操作 尤其是呢 营收一路成长的相关的公司 迟早都会被市场的资金所青睐 所以呢 当然要提早的 先进场卡位 像过去我们提到了 像电源供应器的大厂呢 乔威呢 营收还是在继续的成长 但是呢 股价是呈现了横盘的整理 就跟呢 当初我们进场的 六七五六的威风电子一样 当初呢 威风电子呢 也是呢 在低档整理 之后呢 市场的资金呢 发现了 它是IC设计的公司 但是呢 股价却没有涨到 可是呢 在一二月营收呢 却是大好 就会进场来买进 这也是呢 看大做小的一个概念股 当然呢 最近呢 像这个威胜呢 或者是相关的 一个集团的公司 像宏达片 最近也有补涨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过去呢 对行情有一定不敢进场 现在呢 看到指数创新高 又想了开始 买股票的投资朋友呢 那你就可以用 看大做小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操作了 好 这个笔电 可能酝酿要涨价 但是它如果说是 调涨10到15%的这个售价 第一个消费者能不能接受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 10到15%它调涨上去 恐怕还没有它 这个进了原物料涨价 这些电子组件 零组件涨幅来的大 所以它的利润率可能会缩减 这个下游的部分 今年可能会比较辛苦 终端下游 我个人觉得比较辛苦 但刚才 黄老师讲的没有错 那你既然下游的情况 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去找中上游的嘛 所以你不要去 你看笔电这个产业 你应该去看笔电 零组件相关的这个厂商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确试况很好 比如说举例美光 在美股周三盘后 公布出来 2021年会计年度 第二季的财报 营收增三成 季增8% 营收年增三成 到62.36亿 那另外 它的美股稀释盈余 年增118% 季增25.6% 到0.98美元 一季就赚了快一块钱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财报的消息 非常好 所以美光现在目前的盘前股价 大涨4%多 现在是来到92.02美元一股 涨了4.32%的幅度 同时美光的执行长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面讲说 台湾中部干旱导致美光的一座低润晶圆厂供水减少 不过他也强调说 已经找到替代水源来解决水 这个水源的短缺 另外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低润的产出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美光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在台湾 所以说特别在财报会议上还点到台湾这个缺水的问题 那另外这个执行长还讲说 美光第二季持续受惠笔电 就刚刚黄老师所讲 Chromebook这种型的笔电 需求成长的趋势 所以PC低润这个未原出货量 创单季新高 单季的新高 另外还讲说低润现在目前的状况是严重供不应求 所以你看到今天低润股 这个奈亚科股价表现是怎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都是有连锁反应的 对 刚才我们提到了像这个NB的一个族群的部分 尤其我们要寻找就是上游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也有锁定了一档这个IC设计股 它是三月的营收成长股 一月份的营收也创下新高 而且是属于高配息高值率的个股 已经开始进场的布局 除了像NB的供应链之外 电动车的产业也是我们持续看好的一个族群 因为像洪家军本身就目前出现股价分级的现象 像3149的政达 今天创下波段的新高 还涨停板了 对 但是这个鸿海也因为最近财报的因素而拉回 所以电动车的选股上面 第一种我们选的就是要本身业绩要好 因为MIH的一个平台还是在一个题材的阶段 所以我们之前也建议大家要选MIH概念股来操作 要以一月和二月营收有成长的公司为主 其次就是电动车的一个电子为主体的股票来做挑选 在像顺达或者是最近的AES的KY大涨之下 像电子上游的材料有相关的公司就能够特别来留意了 那指数创下目前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对于行情的看法都没有改变立场 都是以偏多操作为主 包含了这次建议大家要以上贵指数来判断 这个多空的一个强弱 可是进入了四月份 这边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个股将会因为未来财报 第一季的财报好坏 决定它的一个涨跌 就算指数在一万六千点以上 但是个股如果它财报不如预期 那股价也是会大幅的一个修正 所以之后业绩将会主导个股的一个涨跌 所以清明节廉价过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公布三月份的一个营收 所以我们也锁定了一档三月正式出货新订单的一家公司 预期它的三月份的营收会有很亮眼的一个表现 但是股价在季线附近还没有往上涨 非常适合想进场 但是又害怕最高的一个听众朋友 所以这一档低价低级起的汽车电子股 本身是Tesla的供应链 目前预估三月份的营收 有机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可是股价却在季线之上 附近 所以最近没有来电跟我们进场的 像6756微风电子的听众朋友 这一档新的三月营收的成长股 股价还没有涨到就是你四月布局的新的一个机会 而且大家都买得起 股价也刚刚要起涨 今天主要来电这档5XXX先报名先赢 年假过后我们准时带你进场 好 这个电动车相关的 除了电动车零组件以外 充电桩今天的股票也是强强棍 飞红又亮灯涨停 另外建核心端子 然后包括像台达电 这些概念股今天表现得都蛮强势的 基本上就跟拜登宣布了最新的基础建设方案 是有关系 拜登在这次匹斯堡的演讲里面 宣告了两兆美金的基础建设的方案 其中在电动车的电动装的投资部分 美国要加大很大的力道 所以我们也可以特别处理整个电动车相关的题材 好那天方可以持续追踪 宏仕德分析师的这个观点 谢谢宏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台积电未来三年 这个根据媒体的消息 说要砸1000亿美金来增产 支持客户的需求 所以如果这是消息属实的话 那可以特别去注意这个半导体设备厂 他们未来的机会 因为现在目前全世界都要增加这个半导体的投资 基本上就是在军备竞赛上面 国力的竞争上面 多了这个除了过去讲说军备的竞赛以外 那就要多这个半导体的竞赛 半导体这个军备的竞赛 这个项目的军备竞赛 那当然就是最主要就是美中 现在目前的紧张情势所引发出来 以及这个全世界 对这个晶元晶片的需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这种趋势性很明显 业界最近流传一封台积舰总裁 魏泽家写给客户的信 这个信说明半导体攻击短缺 跟台积舰因应策略跟行动 在这个信中说 台积舰过去12个月 尽管产能是在增加 而且产能利用率超过百分之百 不会把机台跟人都超坏了 产能利用率超过百分之百 这个怎么这样超过百分之百 真的是超死人了 对不对 然后当然没有办法达到满足的 需求满足 所以计划在未来三年 投资1000亿增加产能 也就是说 每一年的资本支出 要达到超过300亿美金 这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因为先前台积舰把资本支出 提高到261到281 大家都已经吓一跳了 现在要更增加到 每一年到330亿到350亿 台积舰将新建晶元厂 以及扩充现有晶元的先进技术 跟特殊技术 那魏哲嘉在信中也提到台积正在招募数以千计的心血 而且购买土地跟设备 如果这个信是属实的话 那真的这是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震撼 那台积本身是不评论这件事情 就是对现在目前媒体的报道 这个消息是不评论 但你从拜登最新的匹兹堡的谈话 也可以看到 美国也是要在整个基础建设 跟半导体的投资上面 要加大力道 拜登宣布的这个两兆美金的基础建设计划 在匹兹堡宣布的 除了就是说桥梁道路公共交通港口 还有机场电动车开发这些交通的基础设施 要投入6000多亿美金之外 他其实也要投资在半导体的部分 那个金额也相当的相当的多 另外4000亿是要照顾美国老人跟残障人士 然后3000亿是要改善这个饮水的基础设施 另外扩大网路的相关系统 还有升级电网 那3000亿要用在建造经济试用房 那拜登最新的这个宣布 最新的计划 我们赶快来请教 我们赶快来请教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邓胜民副总经理 邓副总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好在听邓副总分析之前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个新的消息 新浦最近很夯 新浦做电池的新浦科技公司 下午点传出火警 那据了解说起火点在顶楼 大概五六平大的电池实验室 厂方人员在发现火警的时候 已经先将人员疏散 而且用灭火设备灭火了 然后消防人员到场协助后 5点38分火势完全扑灭 所以看起来应该情况是还好了 没有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好那邓总怎么看川普最新的 痞之宝的宣言呢 拜登 拜登对不起 拜登 我太怀念他了 不好意思 其实上台之后 他1.9兆是先救急 那现在是2.25兆的 我们讲通称大基建 那大基建 他这个也是Bloader 也花很多钱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 当然就是因为他 班农总统之前有讲 7月4号之后 等于他希望美国能起风 等于是COVID-19之后 起风之后 你看他现在抓了那个 两党那个议程 就是他们的参议院那边 参众两院抓 当然有跟共和党那边 Michael Nair谈 当然看起来好像 某种程度其实是有困难 那因为他这个整个 这样大钱花下去 几个面向去看 第一个就是钱花了很多 这是一个事实 那钱花了很多 他方向上来讲的话 有一部分跟共和党 其实是之前有一点 echo 就像基础建设的部分 其实川普也讲过基础建设 问题是他 其他的钱花在 那个再生能源 或是干净水资源 当然这个符合 这个世界潮流趋势 但他家庭基础建设 这个部分 所谓的基建设 家庭基础建设 所以这部分感觉 有点比较自由 社会主义 这跟共和党 希望的方向 特别是他这个 筹筹财源 财源从哪边来 好像要增加企业税 所以共和党才能反抗 而且等于2017年之后 共和党在金融业的部分 其实是等于是减 他是减少千贯 然后企业税降 然后富人税降 那现在等于是倒过来做 那全球的这个 等于是 那个部分的税率 也要13%变要11% 所以这个完全 还有一点就是说 他现在为什么 做那么大 一些利率现在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 他借钱便宜 那等于就是他在拜登 把这个钱花出去 现在不晓得法案 会不会很顺利的过 但基本上是蓝浪 基本上是民主党在主导 但这个大的案件 不太可能用简单多数去过 可是我看美国媒体 也写到说 也不能完全排除 用简单多数 用投票的 对不对 是 那如果说他真的是要 有这个异志 强烈意志要过的话 等于就是这样去 等于他就把少数的 这一次又再运用到 但是最大的钱先花掉 以后都是小钱 小意安 对 所以我觉得 等于就是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钱 花下去 这么大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支出 我觉得对风险资产来讲 等于企业还没有把 这个企业的活动 企业钱也很多 钱还没有大花 政府先花 等于就先带头花钱 好 现在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法案会不会过 那因为 因为我看民主党 那个裴洛西已经讲说 希望在夏天就过 对不对 就夏天 夏天就七八月 就把这个法案通过 通过美国国会 然后就可以开始实施了 就是说年度预算编号 就开始实施了 那你说会不会过 我个人看法是一定会过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政治 听众朋友 政治的本质是什么 政治的本质 我们不要讲那两个字 那两个字很难听 对不对 政治的本质就是 本质就是反正 有钱大家分吗 就怎么样 做政府资源的分配吗 这就是 但分配的有没有效率 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怎么分配的问题 好 那你说这些国会议员 他下面有多少的 这个企业的支持人士 他们都可以分到这些钱 为什么他要反对呢 他现在反对 共和党反对 只是做做样子吧 是不是这样子呢 邓副总 我相信 你刚刚说麦康纳尔 说我不太可能 同意这个方案 对 麦康纳尔是这么说 我不太可能同意这个方案 但想必麦康纳尔心里 没有很希望说 你表反对啊 对啊 麦康纳尔应该心里 很希望说钱赶快下来吧 一条一条来看 那我们再来画爬 看我这个选区要分多少钱 我相关的钱是这样吗 美国也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 相当 相当惊人的一个支出 原本大家估计是更高 到三兆 但是后来看起来 这个金额稍微降下一点 但是仍然非常非常的高 2.25兆 但他切了这么多的区块 其实每一块也是有一定的钱 但您刚刚提到半导体投资 500亿 500亿 跟台积电比起来就小物件大物了 你看全部的钱 可是他500亿是补贴给美国半导体产业 对 那像英特尔自己也要花400-500亿 自己也资本支出 所以你看企业他比较大的这个活动 企业活动 企业钱也是相当相当多 他还没有去做很大的资本支出 政府先替你先担忧了 先这个提前提前部署 我先帮你花钱 那奖励投入 带动他们当火车头 这样去带动 所以感觉上也在 也在画一个饼 给一个希望 所以他希望这个 新新启动的一个经济循环 不要那么快下去 看起来也不至于 如果说这样就下去 我觉得也太短 那也不至于是这个样子 看起来 Joe Biden也不太愿意 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是不乐见 风险资产现在就不行 因为他钱还没有花 然后呢 所以相对来讲 联准会 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我财政 一定是在后面被告 钱还没喷出去之前 我这个利率怎么可以升呢 我还没借钱 钱还没借保 税率还没提高 所以你不能两边都拉上去 这样的话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加企业税 从21%加到28% 以及海外的企业税 全面客战 您刚讲说是多少 就是13到21 13到21吗 这个很惊人 这个很惊人 对 那会不会逼死 迫使这些美国海外的企业 做某些情况的动作呢 我觉得已经要开始 搞不好已经开始调整 因为看起来 势必如果像您所说 势带必行的话 我觉得他们会动作 但是事实上 应该这么讲 就是过去来讲 因为川普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伤 对 相对来讲 等于都是都让利给 那现在 你变成是你要花这么大笔的钱 你这个税 不提升 那请问 这个钱从哪边来呢 这样去看 拜登也提出一个愿景 就是在我 这个十几年之内 我要让我的财政支出 要平衡一些 其实他这样讲 其实等于就是他也希望这样去做 所以势必就会这样做 本来就是民主党 共和党 他们的一个愿景 运动愿景 还有政策方向 本来就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样去看的话 其实他也有想后招 就是说万一就是 跟企业的沟通 如果有一些 现在其实有华尔街 有很 绝大部分 他们一定跳出来反对 因为这个对他来讲 就是先损伤他的 损伤他的这个 等于就是他的PML 先受影响 一定反对的 支持度很低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油水 那就是双方我觉得 还是会折冲尊主 那句话 我到最后 我同意你的看法 这个东西看起来还是会 会往前推进 会进行 会执行的 如果说 美国企业留在海外的盈利 这个留在海外的盈利 要加增税负 到刚刚 邓宝所讲的 13%到21% 对不对 那这个美元会更强 因为资金 美国的企业在海外赚钱 会大量汇回去美国 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向 那至于说 会不会 加税这个法案 会不会这么快通过 应该不会 他会先优先通过 他那个基础建设的这个方案 四兆多美金的方案 因为他两个礼拜后 他还要再宣布一个社会的 社会建设的方案 那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要两周后 因为他这一次把这个 四兆多的这个方案 切成两次宣布 是 那他一定会先通过 这个四兆多的方案 之后才去谈加税 对不对 对 而且那个之前 叶伦其实有讲到 就是说 这个都要开公厅会 要沟通的 所以就是到底情况怎么样 但这次讲得很明确 连税率 要涨多少都讲出来 所以看起来也是会做 只是说 他可能要先把钱 丢出来 先撒出来 接下来才做后面的 该做的事情 对 好 所以今年有可能先通过 基础建设方案 明年再通过加税的方案 那他 他如果真的有心要加税的话 他势必要在明年 这个其中选举之前通过嘛 不然的话 这个选举还是有变数的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这个拜登扩大基建 美国他预估要设50座 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站 所以美股 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那个电动车充电桩的相关股票 都大嗨 有一家这个借 借由那个SPAC上市的公司 我一下忘记他的那个名字 股价飙翻了 我刚刚看一下 他盘前还涨10%现在 所以电动车充电桩 这是一个拜登的重点 不过我看到那个 美国媒体有评论说 没这么简单 50万座 刚有这么简单 要投多少钱 因为电动车充电桩分一到三级 他那个美国媒体是分析说 一到三级从12万美金 到26万美金一座 那不是小钱 而且还涉及到很多的地方政府 这种什么土地取得 反正里里口口很多问题 但概念已经出来了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 半导体的这个美国的军备投资 美国在半导体的生产奖励跟研发 还有设计 在这一次拜登的计划里面 要打造一座国家半导体科技中心 准备用这个中心做基础 强化美国整个半导体的制造能力 因为美国半导体设计能力已经很强 他要强化这个制造 半导体的制造能力 那总共投资的金额就刚刚 邓凤所讲的500亿美金 在这个2.25兆的基础建设计划里面 拨出500亿 500亿多不多 占这个计划的金额并不是那么多 如果以从比例来看的话 但是500亿已经很有象征性意义 或者说实质意义了 因为它是一个实质补贴的 美国过去很少干这种事了 这次也是货出去了 直接补贴了 比如补贴Intel去设立这个半导体的 这个代工厂 晶圆厂等等 那这个军备的半导体的竞赛 电动车的竞赛全面展开 那当然投资方向也就呼之欲出 那另外就是说会不会有泡沫的问题 最近台湾也蛮多大老旗 或台面上知名人士 甚至今晚会主委都告诉大家 其实有一些佛心的警示了 就是说市警 那到底他们是过度忧虑了呢 还是这个真的全世界股市是有这个bubble呢 那我们从华尔街这些投资机构的角度怎么看 今天邓国王带来一篇高盛的报告 叫做bubble puzzle 就是泡沫的这种谜团对不对 他这个报告其实对 就是他其实在讲 你可以看如果说有几个论点去讲他的看法 他就觉得说他做了一个check in list 九大个论点 就是说你现在 几个大家关心的就是说价格是不是涨太多 还有就是估值是不是很高 他说是 但是有没有新的因素造成估值还可以再调整 他说也是 然后他问说现在市场是不是太集中 造成等于是涨太多 太集中危险 他说是啊 然后有没有太 就是投机 然后流入 资金流入 太多散户流入 他说也是 然后是不是很宽松 然后利率很低 然后杠杆 喷上去是 然后企业是不是活动越来越不明 就是这样 他说又是 那有没有 企业有没有创新 科技有没有创新 有没有这个价值 他说有 那他又问最后两个比较妙一点 就是说 你这个经济的booming 会不会已经到后段 他说没有 这个没有 然后你有没有 这个财务账面上的一些scandal 有没有丑闻或是违规 他说没有 你看他讲了一堆yes 到最后 你就知道他结论一定说 现在没有 他已经下结论 当然高盛他也是比较偏多 他一项是很多头的 是 就是说你虽然股价涨很多 他觉得是中心 就是说他还没有到很高 那跟过去历史比 跟自己比 还有就是股市的广度 有没有 就是他就说 你建牙股虽然涨很多 但是建牙股平均的 整体来讲 他还没有跟 你要是跟网络科技泡沫 那时候最高 甚至金融海啸就比 他说你现在这些领导的 这些企业 他们当然是涨得多 但是其他还有很多的类股 还没有到那么高 他觉得广度还不够 也没有这么 这么紧张的一个情况 然后散户虽然是厉害 散户虽然是已经买很多了 但是他觉得那个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最致命的一个 一个部分 所以总归他就是 这样去看下来 一层一层去拆解 甚至他拆解到就是 你过去的上个几个 几十个 几个世代之前 那个时候流行什么类股 后来他的领导的股票是什么 但是他相对来讲 你看现在投射到现在的 金牙股 他也不觉得他 这个占比比例是这么这么的高 不可替代 所以总之他看起来还是挺乐观的 他也总共有九项指标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说用这九项的指标来看风险 对 那这九项指标里面 他哪一项认为是 真的是很大风险 好像都没有吗 都是 moderate到high吗 对对 绝对high的没有 没有吗 绝对high 没有 大概就是 像 我觉得就是市场的集中度 他是说是 中性到高 那这边他当然有做一点 有做一些统计 为什么他这样去认定 那我认为他其实这样 如果他以这个数据本身的一个统计来讲 我觉得他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是有他的道理在 你也不能说他 他说的不对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里面有讲到是说 你这个整个市值 就是全球股票的一个市值 占GDP的一个比重 从过去等于1995年到现在 大概35 56年的一个时间 现在是最高 现在是大概1.3倍 不到1.4倍 像金融海啸那个时候 大概1.1倍左右 那网络科技方面也是1.1倍 那这次是1.4倍 他说这个东西感觉是 你相对来GDP来讲 他是有一点高 这是我看到他拆取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这个数字是 感觉是真的 他之前都说没过高 没过高 但这个是过高 你这个的确是 这个确实是相对高 对啊 这是事实 铁一般的事实 35到40年以来 我现在的水准就是 就是说他讲 就是说你获利益还有营收 相对于所谓的bubble 就是讲说 你这个股价 你的估值 是不是超过你获利 和营收的比例 是差太大了 就是说 你已经跑太前面了 我后面都跟不上 那他说 这些建压股 其实他的获利 他的一个情况 其实他比一般平均的 这个公司 是他的一个状况 是好了三倍 分别好了三倍 然后尽力好了两倍 我都比你好 我现金一大堆 我是比较好 所以他不觉得 那是一个议题 可是我看到股价是跑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所以美股也在做调整 你看 你看那个FANS 那个FANS Plus 这个指数 它是10档建压股 那今年 今年这个指数就相对 表现的没有那么好 对不对 尤其是苹果 苹果他现在目前季线都在下弯 虽然说苹果这两天 股价回稳 但是基本上 你看今年建压股的表现 都不是很好 就因为您刚所讲 他的获利成长 或他营收成长跟不上他的股价涨幅 比如苹果去年涨了80% 可是苹果的营收成长幅度 好像才四成而已 所以说资金又转到那种相对基期比较低 像跟台股一样基期比较低 甚至有一些价值型的股票 或传统产业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节目之前跟他讲的美国钢铁 你看这两天涨到什么程度 克里夫兰资源 昨天一天可以涨了15 6%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估计出来 他的这个今年的EPS 可能会到7块钱 钢铁股全面大复活 所以说这个股市的调整 也是很有效率的不是吗 就是低基期像价值股 在过去三个多 应该是从去年的12月中下之后 其实这个风格就开始转换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 2月中算是科技股的比较相对高峰 后来就没有再过高了 虽然他也有反弹 你会看得出来建牙股其实也是一样 各吹各的掉 但是其他的low base这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金融 也有动 他反映的其实就是 金融就是标准的价值性的一个股票 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他就像高盛讲 广度其实还没有那么偏狭 就是他还没有那么 等于就是我今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其实去看三个月是比较近期的 那一年的角度去看 最强的还是科技 可是三个月就不见得是这样 根本不是啊 等于就是你可以看 就是接下来如果说 这个1.9兆钱花了去救急之后 接下来要刺激去先把本质调整 然后接下来要改善进一步刺激的话 那我觉得就不是防疫概念股 或者是经济回复之后的一个情况而已 他希望更进一步去做 所以一些比如说 甚至连零售的这些东西 好谢谢邓副总